在到那个程度 为了保护慧英 不让他撕裂 不得不采取这么一个术士 咱们再说说抛妇产 抛工 抛妇意味着啥呀 抛妇是不是很多人说叫自杀吧 抛妇是不是自杀 对妈妈来讲是自杀呀 妈妈为什么这么做 她为了我们 为了让我们让孩子活下来 她才这么做的 才这么选择的 谁愿意在肚子上拉那么大个口子 抛妇啊 拉多大个口子 大家想一想 我们的胎体多大 你从肚子里拿出来吧 拉开肚皮 一直都把子宫割开 沿途破坏多少 多大个口子呀 流多少血呀 我们出来了 妈妈呢 妈妈那个伤口长多长时间呢 多少妈妈肚皮上流下 那么大个疤了呀 不愈合 化膿啊 流水啊 妈妈妈跟我们讲过这些吗 又有多少个妈妈 因此 而真的把生命给了我们 她走了 走了多少妈妈呀 我们的生命哪来的 是拿妈妈的命换来的 我们拿什么去报答妈妈呀 我们哪有资格去怨害父母啊 人家命都不要了 都给我们了 都为了我们 我们还计较这个 计较那个 说爸爸妈妈不好 良心在哪呢 父母在养我们的过程中 给我们拔了多少次 拔了多少尿 有数吗 洗了多少尿布 无法挤数 可是现在爸爸妈妈病了 身体不好了 我们是咋做的 先脏 先累 我们小时候 吃着妈妈的奶 吃着爸爸妈妈 举嚼过的东西 嘴对嘴的 一口口往下咽 那现在呢 先爸爸妈妈脏 不利索 我们当年就是吃着 他们口水长大的 现在脏了 良心在哪呢 就简单的 爸爸妈妈这两个词 这两个词 那是爸爸妈妈 成千上万次重复 教会我们的 可是现在 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多说两句 重复次数多一点 咱就烦了 先他没到 没有爸爸妈妈 无休无止的 跟咱说话 咱能学会说话吗 现在先他没到了 良心在哪里啊 是谁 牵着咱的手 教会咱走路的 是谁 咱总跌倒时 把咱扶起来的 是谁天天抱着咱们 背着咱的 咱们就这么长大的 咱们小时候 跌倒过多少次 无数次 怎么能记得清 爸爸妈妈烦了吗 人家什么都不想 就是扶咱们 就是鼓励咱们 就是说别怕 没事 疼了吗 就是呵护 可是现在爸爸妈妈身体不好了 修我们搀扶的时候 我们又做了哪些 他们舍不得吃 舍不得穿 都为了谁呀 我们怎么报答 给我们生命养育之恩的人呢 咱给他他多少 拿啥去给 生命有价吗 而我们却拿价 来衡量父母的孝顺 我给了他多少东西 给了他多少钱 拿钱来标榜 还挺自豪的 我们的命都是人家给的 心肝脾肺肾 都是爸爸妈妈的给的 值多少钱呢 是钱能来衡量的吗 本节课程已经结束 让我们怀着一颗至成恭敬之心 来感恩天地 滋养万物 感恩祖先 慈悲加持 感恩国家 培养护友 感恩党的英明领导 感恩父母 养育之恩 感恩老师 心情教导 感恩同学 关心帮助 感恩农夫 心情劳作 感恩大众 信任支持 感恩福祉 付出的人 本讲座 以心灵回归 为主线展开 呈现出一套 完整的体系 如果断章取义 会影响您 进化心灵 提升自己 请您完整地观看 此讲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没有 父母在这里的 到他们的身边 感受一下 链接一下 他是最美爱我们的人 他把我们接引到人间来 来体会人间的滋味 体会做人的滋味 然后历练我们 让我们在历练中成长 这是宇宙的规律 由此呢 也产生了很多 大家彼此恩怨怨怨的事情 但爸爸妈妈爱我们的那颗心 他不变 他受了那么多的苦 甚至以生命为代价 把我们接到人间 他图什么呢 下面的课程呢 咱们上一节课是 重点是以生 来说明问题 就是我们要找到感恩父母的那颗心 我们有一期有个学员 都七十多岁了 是个老太太 他怨恨父母 怨恨了一辈子 都七十多岁了 胡萝巴毒的 脑袋疼一身病 还恨父母呢 他为啥怨恨父母啊 他就是 从他记忆中 记事那天开始 他就知道 啥活都他干 不让他上学 弟弟妹妹们都上学了 不让他上 让他在家干活 然后天天挨打挨骂 认为父母对他极为不公平 他就记得就这些东西 一直怨恨父母 他也多在多难 然后我们让他上父母认错 他不承认他有错 他说句什么呢 我不恨他们就已经不错了 你看看 找不到赶父母的 end for end的过程 像我们刚开始 开课的时候 在我单位的时候 也是摸索出来的 就是孝道课如何讲 如何真正的 让我们每个人找到 父母对我那份恩情 找到那份感觉 当初当然讲的也不透 后来我就发现 通过很多人 发现很多问题 咱们就重点 从生这个角度来讲 就是父母把我们生下来 车头往外一扔 是鸳鸯是鸳鸯 我就给你这条命了 就这恩你咋报 大家想想 是不是就这概念 你现在是不是活着呢 你管谁养大的呢 你是不是活着呢 你受不受苦 遭不遭罪 是另外一个概念 那是你成长的历程 是不是你的命 是我给的 否则哪有今天的你 这才叫良心 你找到这份感觉 命运就开始逆转了 所以说生是生 养是养 养有养的恩 生有生的恩 我们很多时候是 连接在一起的 既有生的恩 也有养的恩 但有部分人不是这样子 有的人生下来 没见过父母 抛弃了 遗弃了 或者送人了 等等等等 有很多其他的情况 有的人就怨恨自己的 生生父母 怨恨一辈子 所以说我们要从根上 解决他的个心的问题 怨恨父母的人 一点好结果都没有 一辈子全是坎坷 他就是个受罪的过程 所以解决了这个问题 他就会以后变得 其实人变得有良心了嘛 正能量就升起了 他自然就改变了 自己的命运 那如何报答养的恩情呢 我们小时候 很多父母 说的养父养母 也包括我们的生生父母 一把屎一把尿的吧 把我们拉扯大 你养过孩子 没那种体会 确实是生过孩子 养过孩子的人 他得有那种体会 因为那是很难的一个过程 没日没夜的 陪伴中长大 确实很难 所以说这是两段厘程 那么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是 既有生的 又有养的 那咱怎么去报 所以说这就涉及到 那么多的父母的问题了 公公婆婆和岳父岳母 那都是妈呀 没有他们 就没有你的丈夫 也就没有你的妻子 恩情是一样的 他给了你丈夫生命之恩 给了你妻子生命之恩 没有他 哪有你这个家 所以说要感恩 养家链接在一起 父母就被链接在一起了 都要感恩了 咱们现在从养这段 单独说一下 从 从哺乳这一点来讲 吃奶 佛经里记载 因为佛经是科学嘛 他记载 过去的人一般的铺乳三年 历三年奶 这三年大致吃多少乳汁 1407鸡 或者叫1407升 多少升一吨呢 多少斤一吨 应该这么讲是吧 问话问得不对 一千 公斤 两千斤是吧 看看这是多少 你把它换算成吨 是多大个概念 不知不觉就吃了那么多呀 不算账 不知道 你算算 就这些东西 一斤装一瓶矿泉水 一瓶矿泉水 要挪在这个台子上 1400瓶 你说摆多大一度 想象一下 你想出来会找到一份感觉 你知道吃了那么多奶吗 一口口的就那么吃大的 咱再说点乳汁 乳汁是白色的 它和血不一样 它来源于血 可是它却比血的价值更大 为什么是这样 因为乳汁里边蕴藏了 咱们人成长的所有的能量 咱们喝乳汁什么东西都不吃 就能长大呀 那是高能量的载体 能补充咱们所有的需要 血有这作用吗 没有吧 乳汁却有 那咱们 那咱们说 有多少血流经乳房 才能加工制作出 1400多斤乳汁来呢 你再往回想一下 需要血多少吨 需要多少吨 要这么换算的话 就相当于我们喝了妈妈 多少吨血 是这样吗 相当于我们是喝着爸爸妈妈的血 长大的 那哪是喝水呀 喝乳汁是吃热吃辣呀 我们都泡在他们的血液里长大的 比他们的血滋润大的 你想想是不是这概念 如知 为什么是高能量的载体 有个故事 这个是宣化上人讲的 他在讲 六祖摊经浅世的时候 他那里介绍一个小故事 二祖 初祖是达摩 二祖会渴 六祖会能 二祖活了一百多岁 他死的时候是被人杀的 因为那个年代呢 有很多敌对的势力 不允许他传播 佛法 传播正法 一直想杀掉他 对那面极广 所以说呢 他也是没办法 还要把这些东西传播到人间 他就装疯卖傻 点化世人 谁又圆了 说几句 听了就听了 不听就拉倒 他就这么随缘在度众生 他会一百多岁啊 即使这样 仍然遭到了暗算 有个想他杀他的人 举报他 说他是妖孽 蛊惑世人 那既然出现妖孽了 他上报朝廷 上报那就杀 是妖孽 不能让他留在人间 祸害人 把他抓起来了 抓起来问他 你是妖吗 他说我是妖 你是要去杀了 说那就杀吧 人家看破生死了 就真的问转了 转手啊 咔嚓一刀下去 脑袋掉了 脑袋掉了 脖子流出来的是什么 是像乳汁一样的东西 不是血 然后 奸展的这些人 周围围观的人 一看 哎哟 真是妖怪 流出来的不是血 肯定杀对了 然后就把这个事 展示之后 又上报 上纸朝廷 朝廷呢 接到这个结果之后 眼泪就下来了 杀错了 因为他听人家说过 得道的人 高层次的修行者 他里边变成纯阳的时候 会变成白色 他听过一个人讲过这个事 他说哎呀杀错了 那哪是妖啊 这是高僧啊 然后传者下令 下什么令 满朝文武百官 集体归一二族会可 拜他为师 这是中国唯一一个 死了后还有一个朝廷的百官 拜他为师的一个人 死后收徒弟 而且是一个国家的 首脑人物 集体拜他为师 咱们现在二祖殿 离咱们好像不是太远 在寒丹那里边 那个内带吧 一百来里地 有个二祖寺 我上期的时候 到那去看过 拜过二祖 通过这个事 我就是想跟大家说 我们喝的乳汁到底是什么 价值有多高 那是高能量的载体 不是一般的东西 就是我们喝了这么多 高能量载体哪来的 父母给的 特别是妈妈给的 那是隐藏着宇宙间的 正能量的东西 帮助咱们生长发育 佛报 父母恩重经 佛说父母恩重男报经 这个经典里边 咋说的呢 就是他讲报父母恩 就是父母给了我们生命 这个恩情到底咋报 他说 在遇到灾荒之年 没有吃的 都快饿死了 作为孩子的 想报答父母的 生育养育之恩 给我们的生命之恩 然后把自己的肉割下来 喂父母 供养父母 让父母吃了活下来 然后割下掉肉 那个伤口流血 甚至身体往下流 血都没过了脚踝 每天都这么做 得经过多少年 才能报答父母的恩情呢 给我们生命的恩呢 经过百千万劫 也难以报答 父母给我们的生命之恩 即使每天都这么做 经过百千万劫 也难以报答 大家想一想 我们父母能跟我们在一起 共同生活多少年呢 人生不过百年呢 那百千万劫 就是多少年呢 粗略算一下 接近十四亿年 怎么比啊 十四亿年的时间 天天割肉给父母吃 割自己身上的肉 都不能报答父母 给我们的生命的恩情 接应我们来到人间的恩情 你想 我们跟父母能待多少年 你就朝夕相处的话 六十年 八十年 多少年呢 三十年 五十年 还是二十年 父母恩情 我们全力以赴地去报答父母 即生你报答不了的 说说 为啥咱要尽孝啊 尽孝不能等啊 你等你还哪有机会 你天天那么去报答都报答不了 所以说 想想我们自己 如何报答父母 所以说 生育之恩和养育之恩 只是两条线 怎么对待父母 没有养育之恩 没有养我们的人 我们能长这个样子吗 谁给我们饭吃了 谁给我们衣服穿了 谁教我们说的话 谁教我们能够独立生活了 谁呀 不就是咱的爸爸妈妈吗 抚养我们的人吗 这是拿钱能衡量的吗 抚养我们 是不是保护我们的人呢 不让咱死掉的人呢 生神父母把我们生下来了 他接着养 或者别人养 是不是在他的呵护之下 我们长大了 活到现在呀 没他们有现在吗 想一想 是不是这个事 那我们如何对待人家呢 那你对人家不好 那还有良心吗 既然一个没良心的人 在这活在这个世界上 是不是个多余的人 多余的人 将得到啥样的结果呀 受过罪死了吧 他得受过罪才能死啊 这叫报应 因缘果报 就是这么一个很直接的事 对父母不孝 对国家不孝 比遭雇罪死了 死了以后 还得往下走 今生遭雇罪 那不就不是完了 还有下辈子呢 那是很惨的 孝顺 孝养父母 这是改变自己命运 最好的方式 老人是给我们赐福来的 不管他怎么对待我们 那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对待他们 你拿一颗感恩的心 怎么去对待他 既然命是人家给的 人家把你收回去行不行 当地想吧 就交换呗 你还有什么包区的 不活着呢吗 人家不没收回去吗 争心比心吗 去年有个小片 挺有意思 有八多岁老太太 上法庭打官司 告状 告儿子 三个儿子 穿的都挺漂亮 挺有身份 挺有地位的 告儿子 干啥呀 跟儿子要钱 要房租 老太说 那咱都有各自的房子 你还要什么钱呢 老太太说 你在我肚子里住了十个月 你说 值多钱呢 大家说 你说值多钱 你在人肚子里住的 现在外面这个世界 哪有这好房子 恒温 不冷不热的 风吹不着 雨淋不着的 还不用吃 不用喝 咱那活还越来越好 越长越大 现在哪地方 在外面这个世界 还有这地方吗 你说那地方值多钱 就那套设施 你想想吧 说那老太太很有智慧 这就是让咱们反思下 咋报恩呢 孝顺父母 有几个层次 有几个层次 第一点 我们从身体上 着手 第二点呢 是从心理心态 内心的感触上 第三呢 孝智三个层次 孝身 那就是衣食住行 就是让它活着的 最基本的物质条件 让它活下来的 活着的条件 就这点东西吗 这些东西基本上 都是物质上的 让它活着 有吃的 有穿的 有住的 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行的都可以去掉 这是一个最基本状态 如果单纯从这三个方面 来解决 来养着父母 那咱们想一想 咱们养的动物 咱们给没给它提供吃的 提没提供一个 住的那个窝 它是不是因为 咱们在它活着 所以如果单纯解决 物质上的问题 和养动物没区别 就是个活着的 一个状态吗 所以说最重要的是 要小心 跟动物是有区别的 咱们高级动物 是有内心感受的 其实其他动物都有感受 但是它的表达 我们人不知道而已 那单纯从衣食住 醒上 那衣服 应该满足老人 什么样的状态 才算到位 原则 柔软 舒适 大方 得体 这是基本原则 然后呢 是尽力 满足 父母的需求 就是他喜欢啥样的 我们为他准备什么 我们说的是尽力 不是一定 如果父母就想穿好的 你又没钱 那你就尽力嘛 那不能偷钱 去买衣服给他穿嘛 所以说是尽力 起码父母穿的 不能比咱次 所以这都是基本的原则 买衣服 最好事先 咱们现在买衣服方便 商家可以随便换 拿两套 给老人让他挑去 多个选择更好 如果你知道他喜欢啥 当然一步到位也更好 让老人有个选择空间 他会舒服 这是我们对父母的一份 简单的表达的问题 那吃 原则是什么 容易消化 营养丰富 可口 就这么一个原则 上厕所就要讲清淡可口 吃 还有一个 就是尽量满足父母的需求 他喜欢吃什么 我们为他准备什么 让他高兴 咱们又说的是尽力而已 不是一定 这里说到一个什么问题 吃肉问题 咱给大家解释一下吃肉问题 到底是该吃还是不该吃 到底是吃了好还是吃了不好 站在科学的角度上 如何去评价 咱不讲科学吗 首先破除一个观念 不吃肉会营养不良 这叫歪理邪说 不是科学的话 因为站在营养学的角度 学过营养学的都知道 无非是自然界中的物质 一个配比的问题 自然界中的微物质 任何一个物质 都含有大量的东西 元素 成分 这个多点 那个少点 就是一个综合平衡问题 我说的就是 它完全可以替代 互补 我说的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 不吃肉会营养不良 这都是有目的的人在说话 他有他的企图 他有他的想法而已 这是从现代营养学上 来给大家做提示 大家如果不懂这方面的 可以上网去查 现代营养学到底讲的什么 我们人到底从自然界中 摄取什么物质 我们是健康的 所以首先要破这个结论 不吃肉会营养不良 首先这句话就不对 第二个 现在这些肉 从养殖的角度 全世界人都知道 都砸养大的 还有纯天然的动物 现在的动物有吃绿色植物的吗 人都吃不上 还给它吃 你想去吧 是不是 人都吃不上 他们吃的都是啥 很多东西都是垃圾食品吧 是不是都含有大量的添加剂啊 催肥的 长得快的 长大了好卖肉啊 那玩意来钱 啥来钱就为啥呗 搞经济嘛 不是为了让人活着 是为了挣钱 现在养殖的 你看看他们是不是满脑都还盘了钱 我养多少挣多少钱 是不是就扒了这色盘呢 有几个人想 我养这些动物是能养活多少人 出发的就是为了养活人来的 你想想他的思路嘛 添加剂的后果是什么 这些添加剂 让动物长得快的 长肉的添加剂 催熟的 催长的 全叫急速 长得快 死得快 这是共识 对不对 现在这些动物 过去一年两年才出来 才在杀 现在是几个月 一两个月或几十天 它就长大了 就杀了 推向市场了 不杀它自己就死了 因为它短命 前几年那报道 从长江里吧 飘下几千头猪来 为什么飘下几千头猪来 那猪是自己死的 它咋吓死那么多 因为那时候 整个经济有个问题 吃肉的少了 卖不出去了 一下子没药了 没药那猪就快死死了 因为它短命 养的是短命的猪 它就死了 所以说死了之后 你们还得找花钱 雇人去挖坑什么的 需要投入 扔河里最省事 它都扔河里了 那不是一个很大的事件吗 在几年前 通过这个案例 说明一下什么事 说明猪吃的东西很可怕 它就说明这个事 大家现在看看 现在吃的那些肉鸡 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 骨子疏松啊 那你不是吃出来的吗 都吃啥了 动物吃啥 你吃啥呀 因为你吃动物呀 你看那骨头 一煮一顿 那骨头比肉都软都酥 是不是现在是这情况吗 是不是 有多少人长得像大肉鸡似的 咋来的 吃鸡素吃的 吃肉吃的 现在人还爱吃新鲜的 新鲜的 说好吃 因为新鲜的含鸡料 高 好吃 在这儿呢 动物的身体里边含有大量的添加剂 生物质剂 化学药品 那不叫服毒吗 吃动物肉等于服毒 是不是概念 这是一点 另外一点 咱们既然学着心理 心灵健康的事了 那么请问 现在这些饲养的动物 他们活得开心吗 他们活得快乐吗 不开心 不快乐 是不是会得病啊 那病是不是负能量的集成啊 咱们说了 世界上的所有物质 都是能量的一个呈现 现在咱们宰杀这些动物 大家看看 突然出了一块烂肉的 突然长个柳子的 多多 你就说那鱼 很多鱼肚皮上都长个大 长个嘎的 像石头一样的东西 是不是 极多 动物得病了 可是我们吃的肉 咱看不出来 多不多不饭都吃了 炖完了都吃进去了 吃的是什么 咱们摄取的应该是正能量的东西 可是你吃的却是负能量的东西 这负能量在你体内到底怎么转化呢 它有它的过程 是不是又浮进了负能量之毒 刚才咱们说是物质的负能量之毒 现在是啥 精神上的负能量之毒 是不是 谁愿意被别人宰杀 前两天出了个报道 说让鸡在快乐中死亡 还就出新发明了 在享受中死去 而现在人就是有智慧 我们人会生气 动物仍然会生气 谁被杀被宰割的时候都会仇恨 都会有怨恨的心 都会有报复的心 那么 这个心态 它生的这些气 是不是也蕴藏在动物的体内呢 那么我们吃了它的血肉 是不是就把它的气吃进去了 那你吃进去了 是不是要产生效应 我们身体会不会发生改变 大家去想啊 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层问题 人有灵 动物也有灵 人说死了我都不放过你 这是咱人说的话吧 难道动物不会这么想吗 可怕的事情就出现了 看谁厉害 那就过着玩着看嘛 反正我活是被你宰了 死了你也看不着我了 我就围着你转 我就想要你的命 你厉害的时候 我惹不起你 等你哪天有病的时候 你看我咋收拾你 我就不信你天天活得这么好 会不会这个样子呢 大家去思考 这叫生命科学 不相信就没有吗 不相信就不存在吗 我们人是来保护 我们人是来保护 众生灵的 让大自然平衡的 我们人类却做一些什么 全世界都在提上素食 是不是应该反思下自己了 难道我们非得 一定得用他们的血肉来滋补我们吗 我们没有选择吗 我们一定得扒了他皮 卖了他的肉 用他的命来换钱吗 难道你不能从事其他职业了吗 其他的都不挣钱 都活不下去吗 想一想 为什么这个世界这么乱 为什么得那么多的病 为什么家庭不和谐 为什么那么多的苦难 来源于哪 这不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吗 没慈悲心 没有爱心 也就是没有正能量 你就是个负能量的状态 那能过得好吗 所以说 从饮食上 父母如果想吃肉 我们给他讲这些东西 爸爸妈妈 我希望你健康长寿 过去脏不懂啊 说不吃肉 营养不良 现在我可明白了 这肉是咋咋咋咋回事 你拿几篇报道 现在什么满世界都是这类报道 动物肉的负面报道 拿几篇报道给他看去 看看动物都咋养大的 你看他吃不吃 他自己就不吃了 不行 我这身体本来就不好 这不吃病你吗 是不是就解决这问题了 你得告诉他科学道理啊 你不跟他讲 你就说成长完不好 你会把他气死呀 他又想吃 不给父母吃肉 那我们吃不吃 你就不能吃了 要不然成啥效果 你在这不炖肉 你说爸妈妈妈 我为你健康 你不能吃 你馋他 父母会咋想 哦 原来不让我吃 他是想省两个半圈 他自己吃 那父母的心 他到底咋想 所以说素食健康 人人所需 那我们是在自救 那是在改变自己命运呢 不可小事 我们后期的 有些案例 涉及到这些内容 那父母一定要吃怎么办 给他买给他吃 但不要买活的 上市场就买那些 已经死了的 秃载完的 做给他吃嘛 不能气着父母 这是个原则 慢慢地去引导 慢慢地去过渡 咋过渡 咱们现在寺院里边 开素食馆的 有大量的 大量的救助动物的案例 救助动物会得好报 这感应 那奇迹 十倍动作诗啊 你现在书多了 拿回去给他们念 给他读着听 救动物还有这好事呢 还能长寿 还能好病 还能改变命运 他就该犯嘀咕了 我是不是不能吃了 就俩动物了 慢慢地搞过渡 过渡时间长的 才咋办 拿那些个杀生害命 得报应的案例书 再往下拿 哎呀 妈呀 这么可怕呀 哎 看啊 引导完了之后 他自己就停了 这就叫教育 教育不就是个引导 转变思想思维的 一个过程吗 就这么简单 咱们现在有人说 吃啥补啥 咱们就说吃啥补啥 你说你脑子笨 吃得猪脑子补不吧 猪比你聪明呀 你用它那脑子补 是不是越补越笨 你想吗 哪个动物比人聪明 有一个人挺有意思的 他爸爸跟他说 姑娘啊 哎呀 你这心意儿太小了 这心意儿就像 蒸饼似的 这以后这热子咋过呀 我也没看过 像蒸饼小心眼 到底啥样 反正他自己 分享的时候 他就这么说 哎呀 这可得给你补补 拿啥补呢 他爸也会想 天天给他煮 炖鸡心吃 那小心眼 一口一个 反正比蒸饼大点 吃成鸡心眼那么大了 天天吃还吃得多心呢 全小心眼还多 你说他吃成啥样了 后来参加传统文化课 老师啊 我现在这心像人心了 我开了 看 没吃也开了 吃熟没开 吃啥补啥就像啥吗 信息场的影响啊 能量场的转换转移啊 现在这个老师 境界高了 他已经大爱心生起来了 不再为自己想了 满脑袋想做点公益 为社会 为国家服务了 看了吗 学习之后 他才能改变 从精神上引导 才是最重要的 说说父母 如何快乐 重点是精神上的问题 咱们能吃多少 能穿多少啊 你去想嘛 上了搜索 吃多了 吃那些好吃的东西 咱们是都认识的 它消化得了吗 本能他就选择清淡点了 喝点粥什么的 本能他就去那么做了 所以说越活越简单 一点都不复杂 所以说呢 饮食上 重点解决肉的问题 这也是我们所有人 需要解决的问题 既然参加了 传统化学习 要关注自己 那要远离这些制品 人啊 战胜自己的欲望 你怎么得下点功夫 因为我们实用了 那个口感 那个状态 离不开它 离开它会难受 丑它不知会难受 这是过程 都正常 可是你不想改变 永远都在这个过程中 改变是改变咱们命运 提升的是咱们灵魂的终极命运 那是回归自我的一个状态 回归真正的家呀 回归内心 找到真正的自己 那才是完成一个生命的成长 咱是来成长的 不是来实际上 来吃肉来了 是不是这概念呢 所以说你要有选择 你得下决心 自己不去做 才可能做到 你要不想这事 你肯定就顺其自然了 顺其自然了 你大爱心提升不起来 那最后受苦的是谁 不还是自己吗 为了长久的幸福 那么我们就必须经历一个短暂的痛苦过程 改变自己吗 包括生活饮食习惯 那才是真正长久的东西 所以说咱就是来成长的 咱就是要修复掉过去那些不好的事件 不好的想法 不好的欲望 行为 然后走向最好的那状态 咱们就是来干这个的 那以前养成那些坏毛病 也不是坏事 你不养成那坏毛病 你怎么能成长呢 因为你断了这些东西 这是你成长的最大动力 长得最快的东西 就是从逆境里长 那是战胜自我的过程 胜战 胜战 胜什么战 战胜自己就叫胜战 不是跟你们打架 说这是最重要的 咱们现在说住 说到饮食了 我先不要跟大家说一下 吃五股杂粮竟最好 在前几年 我还没有讲传统文化的时候 跟别人吃饭 有一个人有高学家 他问我 因为我是心血管内科的主任医师 然后呢 他说用什么药效 他咨询 他说其实我没用你们那些法 没吃那些我好了 我有个好法 他说一个啥法呢 吃五色豆 吃了半个月 他血压就恢复正常了 他是从植物 从食补上来调整的自己 其实如果加上挑心的话 他会更好 但那个年代说白了 我也不懂 他五色豆是咋吃的呢 就是五色豆 黑豆 红豆 白豆 黄豆 绿豆 这不就五种颜色的豆子吗 咱们现在心肝脾肺肾 不是带有五种颜色的属性吗 五种颜色 这五种颜色是五种颜色的能量集合体 我们是吸收它的能量 这五种颜色都吃进去之后呢 它慢慢会消化吸收分解 我们人会消化 会利用 利用 用它的能量 说说五色 补五脏嘛 五色五味补五脏 它是咱们从饮食的平衡上来讲 做的一个事情 然后他早吃呢 就是每天打豆浆喝 一天喝两杯 喝了半个月 他血压全都下去了 他没吃药 医治非常好 后来我就把这个办法 告诉很多高血压的病人 有很多人 吃完以后血压都下降了 有的吃好了 有的啥呢 下降 就是药量 用药减轻了 他开始调整药了 就说明它确实有用 说大家可以 作为一些个 反正你每天打豆浆吗 不要老打黄豆的 那五色豆 反正抓一把放进 混均了 打豆浆喝 用食物来补充 调整我们身体的状态 住呢 原则是什么 最好的房间给长辈住 宽敞明亮 舒适那个大房子 朝着仰面那个 给父母住 那是我们最 重要的人 最值得感恩的人 最值得敬重的人 所以说得像他们 住的这种房间 如果没做到 那么我们回去后要做 那父母不去呢 动员嘛 求他们去 请他们去 如果实在不去 那就算了 住的方面就是说 让父母住在最好的房间 我们做儿女的 住在其他的房间里面 这是原则 这是孝心 好 这下课就到这 谢谢大家 本节课程已经结束 让我们怀着一颗 至成恭敬之心 来感恩天地 滋养万物 感恩祖先 慈悲加持 感恩国家 培养护友 感恩党的英明领导 感恩父母 养育之恩 感恩老师 心情教导 感恩同学 关心帮助 感恩农夫 心情劳作 感恩大众 信任支持 感恩所有 付出的人 本讲座 以心灵回归 为主线展开 呈现出一套 完整的体系 如果断章取义 会影响您 进化心灵 提升自己 请您完整地观看 此讲座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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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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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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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